各位觀眾朋友們好,我是直飛機 然後這一期交給大家帶來的是C45的一個 也不能叫車輛測評吧 叫做簡單分析,不能叫測評 因為我其實玩的一般 我現在的場均可能也就是1800到2000這個樣子 雖然說經常能打出1.3000多接近4000的傷害 但是感覺還沒有玩透 這一把是壁虎帶來的C45 這個車的一個把妹加勇士的錄像 因為這一期地錄講解只有這一個視頻 所以說我就暫停來說 首先C45這個車它的頭很硬 它硬到什麼程度呢?我給你們講一下 我現在我是對著手機的軟件來看的 它的兩側就是正對兩側 它看起來很現代化 正對兩側這裡的裝甲260 然後這邊都是300 就是說對8級重坦的銀幣彈 絕對就有很強的防護 對8級TD的銀幣彈也有很強的防護 只有高穿升級銀幣彈 同級高穿升級銀幣才有機會打穿 就是正臉自己胡穿 比較薄的地方 最薄的大概是220到 不對應該是230以上 234到240之間 這個穿升 等會 這個穿升 哎呀它這個有點煩 這個穿升 你要打到這個位置 就是你看炮盾下面這一溜 這個地方 這個凹陷和這個凹陷是234 然後頂部的話呢是 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只有這一點點一小塊 因為它這個是實體模型 看的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地方是240 弱點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且即使是230也是大部分同級重坦 沒有辦法達到的一個隱蔽彈穿升啊 然後車體的話 我看一下 車體的話是240 正對的話254左右 手上 可以說非常硬了 手下就不說 手下100多 所以說它是一個非常強硬的麥頭車 而且它有一個10度的浮角 再加上一個非常靠前的炮塔 我個人而言 就是我昨天直播在玩C45和1008 我C45玩的比1008好得多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手感 嗯 一個是長得好看 很現代化 還有一個就是 嗯 它的這個浮角麥頭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嗯 還有呢就是 它的 炮 它的這感炮是一個新機制啊 但新機制 新機制是建立在意大利的傳統機制上面的 它唯一的一個更新就是 呃 在第二發和第三發 的 某個時間段開炮 會讓裝填時間 就是 第二發的重裝時間 而不是短裝填啊 是長裝填的一個重裝時間 縮短 這個很難用到 非常非常難用到 但是 嗯 姑且算是一個新機制了 我覺得很難觸發 我目前沒有想到它的應用場景 在這一把裡面 我剛才簡單的二倍速看過一遍 也沒有用到它的應用場景 依舊是 意大利的傳統打法 意大利重坦 它的長裝填是 呃 13秒 最長的長裝填 然後剩下的 大概也在10秒到13秒之間 10秒 11秒12秒左右 嗯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它這個車 的三擴 散步 也就是精度 是0.42 可以說非常爛 非常非常爛 然後 移動擴圈也不算優秀 所以說 配件推薦啊 我自己當初 我是自己琢磨的 是 雙吻加通風 也就是 因為 現在義大利都不能上書袋了 雙吻就是 小錘吻加 大錘吻 加一個通風 然後我這邊問了 這個B5 它也是 它這個車也是這麼上 而且它只有2.5技能 也就是 兄弟連 燈泡 加 人工穩定和平凡駕駛 以及 50%的修理 修理的美滿 嗯 可以說 就是 基本上和我打的思路是一樣的 基本上這個車輛的簡介 就是 就是這樣 正面手上的弱點 就是 呃 可能 兩個車燈這裡 算是一個 姑且算一個弱點 有215左右 就兩個車燈附近 你們 具體還是得自己上那個 要麼上Tex點GG 要麼就是 自己找軟件 看 大概車燈這裡有215 反正能踹手下踹手下 它的麥頭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猛的 麥頭壓著 壓著這個角度 對吧 你這樣看 看過去 一個10度的浮角 我這個角度它是壓了下來 10度的浮角 非常的凶悍 我很喜歡這台車 主要還是長得帥 這是最重要 好我們 可以看遊戲 呃 簡介是這樣 反正我個人覺得它的打法 嗯 沒有很強的短板 機動性是50的級數 而且有機會跑到50的那種 50的級數 推重比略低12 12點幾的一個推重比 10.57 嗯 日常的速度能維持在一個 30多馬 然後1.1 1.2 2.3的D型阻力 是算 絕對不能說差啊 說很優秀 我也沒有找 同級的重坦對比 反正 應該是幾個線以上 就跑起來 你看 起步剛起步就30多馬 35馬 下坡能到50馬 我們可以看一下 43 47 48 所以說它這個車真的很有那種MPT的感覺 有主戰坦克 唉 最終還長得帥 啊 你看這個 顯示 就是當 它有三格嘛 其實我沒有主動去了解啊 我是被動了解 我猜的 可能有錯誤 你看 這裡也是三格 就是 它越亮 呃 那個時間 那瞬間你開炮 然後它 裝這一發 的時間 就 比如說 架子10.5秒 然後10.5秒 快裝滿 然後你開炮了 它再裝 這最後一發 可能就要6秒多 7秒 就這個意思 就相當於減半 具體 其實我沒有 試驗過 你們 呃 有董呢 有董哥 彈幕說一下 這一炮 甩中有點迷 這個車 是 距離來說 是不具備這個 那麼好的移動射擊的 然後這裡你看 使用的是傳統的 意大利的打法 絕對 不輕易開最後一發 而是董 然後兩發帶走 就打得很謹慎 然後也是很傳統 它 新機制也是建立在這個 意大利的傳統打法上面 所以說我覺得 只要玩過破季頭的 呃 或者說破季頭那條線呢 人 的玩家 上手這個車 是很困難 然後在 到達這個 點位 之前 你可以看到它剛才50馬的極速 讓它 避免被收購路費 是吧 至少 被收購路費的窗口 期間很短 而且在這個位置 它又是一個超強的賣頭車 那麼 在這個位置 呃 毛東說 就是為什麼不玩75TS 因為75TS高啊 這個車沒有75TS 那麼高 你可以看到它在這個位置 只露一點點 好 第二砲沒有斷腿加掉血 比較可惜 這裡打的是 隱密彈啊 隱密彈是一個 218的穿身 HT極格線 然後 金幣彈是270 可以說 都達到極格線了 甚至 有一點點小優秀 啊 也是極格線嘛 目前算極格線 所以說沒有什麼短板 唯一的短板就是它的砲手感不是很好 但是 當 嗯 你有一個防護支持你 在一個近戰進行賣頭 以及 狂暴輸出的時候 我覺得 那一點 炮控的問題就不大了 特別是 你還可以選擇上雙控 加通風 我打 108目前來說 我是打一個MT打法 但我發現它的雙控實在是 就是它的炮控實在是無法支持 它進行一個 就是前線的高翔度作戰 因為它機動性一般 這就算了 主要是它的炮控太爛 就是前線 像剛剛那種打短伸縮的情況下 你可能只有1秒左右的開炮時間 你可能只有1秒左右的開炮時間 然後它的炮管往往把握不住 所以說我現在我可能要考慮 回過一下就是 蹲坑流 也就是不蹲後點 但是打的是 像類似索馬那樣的 一個支援流的打法 就是1008 我現在還在嘗試打法 但C45這個車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雖然說 確實有很多問題 C45這個車 別看了就是 現在好像 這一把打得平準 但是我實際上 在自己 玩的時候 貼臉的弱點 如果比較小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對位的這台 是什麼車 我看一下 這台111 對它那個頭包 對我機會打不中 它的炮控是比較爛 但是如果 有機會 就是像這樣比較輕鬆的打弱點的話 它是非常強的 你看這一發被吸收了 因為王總的那個側面有間隙 它的圈 在近戰你雙穩的情況下 就是 能打中比較大的弱點 比如說像 像前面那個KV4的那種大弱點 以及王總的不當 這種大弱點 那小弱點 不一定能打中 好這邊已經 不知不覺打了一個4000輸出啊 嗯 這裡一直是在打最後一發 這是意大利車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雖然劣勢 就是它的續航性很差 續航性指的不是說 一直打第一發的那種 就是慢 超慢節奏的那種續航性 那種 由於它的靈活的彈夾機制 它的 特別慢節奏的續航性是很強的 就是節奏很慢很慢的那種情況下 它是很舒服的 它一直在打最後一發嘛 裝填特別快 但是它只要 呃 強度稍微高一點 提起來了 需要打出一波三連之後 它基本上後續的DPM是非常非常發力 不能說是差了 可以說是很爛 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說為什麼P65 砍了那個 呃 蘇蛋機之後 再加上砍了 三擴 直接就變成 也不能加下水道了 就從當時的T1 甚至接近T0的一個水準 直接達到現在 你野隊很難見到的 一個的情況 就是因為 它本身 它的 車就不以DPM見長 就是它的持續輸出能力是很低的 它一直是靠的是靈活的 呃 靈活的彈夾機制 就是有機會 就多打兩發 沒機會就只打一發 就靈活的彈夾機制 以及 斬殺實力 就是它 總規來說彈夾裡面有4發 雖然說打完4發之後要40多秒 50秒裝填 但是總規來說 都是有一個強力的斬殺能力 呃 就是以前 以前 是靠了這個吃飯的 但現在它砍了一刀DPM之後 它的 呃 即使是 最後一半天 遠距離最發沒中 就 T65即使是 最後一發 的那個 短裝 這長裝填已經很慢 就是 要達到一個8秒了吧 就對於一個360 傷害的持續車來說 真的很低了 就已經 不能說以前 那樣瑕不掩餘 而是缺點被放大 就導致 那個車 落寞 所以說 C45這個車我對它定位可能說 它高強度攻擊 它可能比不上 那種 呃 速射車這樣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什麼超正那種可以一直一直往前頂 但是它的有一個瞬間爆防了你 你看這圈 多大 還好打了這個脆皮 彈速好像也不錯耶 我 這邊也幫看下彈速 就是 這個車 它可能 我對它定位可能是類似支援 你可以打 把它打成像索馬那樣 就是 靠得有頂 然後你如果有好的麥頭機會 你也可以自己頂 對吧 像我自己玩 在昨天直播的時候 馬利諾普卡山上 嗯 雖然說 對這車 不經 就是HE打 它經不住 招不住 HE 嗯 我上次挨了對面-3 反正是-3吧 反正就一發HE 打我頭 我兩個成員都跪了 死了一個駕駛員 死了一個雙天手 感覺 就是HE抗性很低 但是 不是誰都會抬手第一發就HE的 他只要第一發第二發不是HE 你就有機會打出兩發到三發 建立一個懸量優勢 猛嗎 所以這個車就是有的情況下可以打一個激進流 否則的話你就可以利用對面的真空機把自己的兩發到三發宣洩出去 短裝填也特別快 所以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台車的 好的 它的彈數是 一個銀幣彈 1155 雖然是銀幣彈的 1000這個標準線 偏好 然後金幣彈 然後金幣彈 卧槽 它金幣彈怎麼是HE 我是不是看錯車了 我這個怎麼顯示它金幣彈是HE啊 它這個金幣彈的速度只有800 好吧 拉低了平均水準 我不是很懂啊 哪個懂個彈幕糾正一下 反正這個軟件這麼顯示 因為我目前我沒有打過金幣彈 我沒怎麼打過 它銀幣彈基本上夠用 這台車我覺得啊 不說特別強吧 因為上線我還沒打出來 真正一台車的上線要多強 你得去看那些 就是頂階玩家 他們能打出來的 就是你去看三環線 跟703比較 不敢說能不能進T0 T1應該是有的 跟75TS伯仲之間吧 可能略好也可能略差 看個人喜好 有的人就喜歡75TS 那個更高的速度 然後更快的激進打法 是吧 接著看個人 我就比較喜歡這台車這種 唉 這種造型 主要還是造型 方方正正 彷彿掛了反應裝甲 好 那麼這一期就是這樣 我們 我們下期再見 好